嗨 我是海妈 我现在要分享一个可以在室内365天开花的植物 它的名字叫红掌 红掌是一款纯室内不长虫肌维护的植物 红掌的颜色比你们想象的丰富多了 正红色 奶黄 红橙 纸蜜桃 粉色的 紫色的 像我手上的这个叫红掌神秘 花是小宝宝的时候开出来是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长得越发的明亮 然后慢慢慢慢变老 叶片会变厚实并且具有辣子感 这一个品种的特征是叶子比花矮得多 我现在要做的是先修剪再栽种 从底部对外面一圈的特别小的叶子 我贴着底部把它修剪了 有限的空间要留给更重要的花 这一个过程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艺术的再创作过程 现在我给它顺利了之后就很明显看得到 它们有大小的关系 我底下也是玻璃石 然后铺面 如果只是箍子一盆 长时间整一个没有环境的湿度 这些植物早上它是会涂水珠出来的 会形成一个湿度的氛围 在室内种植植物尽可能地给它一个群植的环境和空间 好了 关注海盲 陪你真话 拜拜